我希望外国媒体记者将焦距对准中国时 既不要用美颜相机 也不要用灰黑滤镜 来自中国境内的驻美记者签证 停留期将不超过90天 中美僵局中可能很难找到 比记者更尴尬的一种身份 他们本可以是填补信息差的跨国传播者 但一举一动都被审视立场 他们的命运也常常和中美对峙的大背景交织在一起 《大国家风》中的第一个故事 我们透过两位记者去看中美举例中夹在中间的人 我的名字是Paul Mooney 我十十年多年在中国在中国 我一直在中国在中国 在大学习与中美国文化 至少年高最好中央欣上大学 当ot酋或破坏 五年在台湾,五年在香港,然后移动到北京 我的目标是在中国工作的目标 我第一次在中国在1989年 在中央的雲4爆炸 我写了在《Reuters》、《Washington Post》、《Asia Week》 很多不同的媒体和媒体的新闻 这些都是我的写真正在1985年 我可能会有更多的箱子 但你能看到所有的报道我做过的年纪 在中国的十几年中 沐浴人追过不少大新闻 但他最隐隐为傲的 是他离开北上广 去到中国的脚脚落落 做的那些弱势群体的故事 这其中包括残障人士 艾滋病患者 还有被拐儿童 这故事是关于失败的男人 孩子们被拒绝了 在河北上 我们在河北省达到5个小时 去河北省 我们参加了一个牧师 她的孙子已经逃避了 15岁了 中国媒体被拒绝了 这故事是继续的 所以他们被拒绝了 任何类型的 他们被拒绝了 所以他们被拒绝了 他们被拒绝了 他一张照片 他在河北省达到他人 他在河北省达到他人 他妈妈是哭了 这里 这里是她的 这是唯一的照片 他们有的照片 可以想象吗 我们在几年里 我们在河北省 他们找到自己的儿子 我们在河北省达到城市 然后警察团队 他们在河北省达到城市 他们在河北省达到 他们在河北省达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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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河北省达到城市 我们在河北省达到城市 然后我们在河北省达到城市 但是你知不知道 这些是非法判断的 人们在弄断的法案 但是他们在河北省达到農民 他们在寻找他们的儿子 和记者 在寻找这个故事 沐毅人有很多中国记者朋友 他说本地记者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中国 但他也意识到他和他们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很多中国的朋友们在河北省达到城市 他们在河北省达到城市 因为我可做的故事 他们在河北省达到城市 人们知道中国人的河北省达到鸟 所以他们尝试到河北省达到城市 但你知识的谈论 他们在河北省达到城市 也非常有成本 有团的很多量 有一个传奇的谈论 但他们的问题 他们一直在河北省达到城市 你知识 我现在只能继续 可能他们会继续 作为我一样 或我会变得判达到城市 就像是和在中国的外国记者映照的镜像 大洋彼岸 一群中国籍的记者 也在追寻着他们的新闻理想 今天早上的枪击案有在做吗 OK 这样的话可以做成一个VO 我叫文浩 我在美国之音的中文部担任记者和主持人 我大11当时是我看到了有新闻101 其实也没有太多想法 就是觉得听起来很有意思 当你意识到你喜欢上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在告诉你你喜欢那件事情 作为外国人我在美国学新闻 然后我去报道的时候 我心里会有一种负担 会觉得我是外国人 我是不是问的问题会很蠢 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教授 特别感谢他 因为那洋课是让我们去cover最高法院的一些案件 我说我是外国人 就是很多你们这些法律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我可能不太懂 他当时就跟我说 你是外国人 所以你永远是有一个fresh perspective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我可以这样看问题 对啊 我看待事情的角度 跟美国本地人是不一样的 反歧视 反仇恨 成为今年亚太语传统约的重要议题之一 自从那件事之后 我就意识到我自认为的劣势 其实可以是我的优势 在国家goldspa当时只有三位海裔的工作人员被枪杀 新冠病毒死亡的总人数也是来到了25万7千人 有关美国大选舞弊的虚假信息 一开始你会觉得翻墙之后 看到的一定是一个很真实的世界 但很多时候你发现翻墙之后 你看到的是不同版本的谣言而已 大选期间当时的谣言数量狂增 我们已经占颜了国会 谣言在中文圈已经促使到了 真的有人去冲击国会山 意识到这件事情太严重了 我一定要找个契机来写一篇报道 我就开始找了一些telegram的 他们叫自己真相群 我统统加入了他们 就关注他们每天在说什么 将调查和采访汇总后 文浩发表了这篇关于中文谣言的报道 报道一出并在墙外平台引起了讨论 有保守派指责文章是中国的外宣 反观他另一篇比较中美种族问题的报道 评论却都在指责文章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抱有敌意 是反华报道 明明是同一位记者 反华和反美的帽子都争相扣在他的头上 我只想报道我认为有价值的故事 无论这个故事报道出来之后 一半人认为我在表扬美国 一半人认为我在贬低美国 这对于我作为记者来说 这不是我要关注的事 这也不是我应该要关注的事 如果我的报道出来之后 大家不太清楚 这个记者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是最好的啊 因为我只是在呈现 我收集了分析辨认之后的信息 我去选题的一些报道 都是我认为有兴趣 我认为它这件事很有意思 就仅此而已 在中国期间 沐一仁写过不少 他认为中国当局不喜欢的报道 终于在2012年 他遭到了当头一棒 他会有点疲惧 在我的心里 有点疲惧 有点疲惧 我没有能够跟朋友们 有几个中国朋友 有几个中国朋友 但我只知道在街上 他们都是店银行家 他们都是工作人 我每天都跟他们聊天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 他们整个生活 都变成了中国 就像我第二个家 这是一种疲惧 你突然离开 2020年 文浩也显现 因为签证问题 离开美国 7月初 前总统川普 派的掌管 美国之音的最高的领导人 不给任何的外国记者 蓄你的签证 《环球时报》 发表雄文 这些在美国之音卖国的中国人 要被赶回中国了 哈哈哈 当时就很紧张 你毕竟报道的都是敏感话题 你会认为 美国之音给了你一个 安全的地方 来做这些新闻报道 一个可以实践 新闻自由的地方 然后突然他们说 不好意思 我们觉得你没什么价值 你们走吧 一方面是情感上 觉得你受到了背叛 另外一方面 你肯定要为自己的身份担忧 文浩的签证问题 发生在美国之音内部 有其特殊性 GP签证也并非针对中国记者 但不可忽视的是 大背景里中美剑拔弩张 中国国际身份 的确为美国之音记者 引来了不少猜忌 就像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奥 在美国之音的一次演讲中 暗指该机构 雇佣了太多中国人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 中美媒体战也打得如火如荼 不少中国籍记者 虽与文浩情况不同 但也因中美的敌对态势 而面临签证的不确定性 虽然美国做出瞄准的 是被视为喉舌的几家官媒 但在中方驱逐 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记者后 2020年5月 美国宣布 将中国大陆记者的工作签证 有效期缩短至90天 虽然90天后可以续钱 但并无保证 这一政策 波及到了为中国民办媒体 和外国媒体工作的 中国籍雇员 让他们成为了附带损害 我们采访了几位 不愿具名的 受到影响的非官媒记者 他们中有人说 这三个月的期限 就像是悬在中国记者头上的一把刀 让当事人感觉随时可能落下 一位曾经报道中美关系的记者说 我对新冷战、加速、脱钩 这类讨论甚至听得有些疲惫 没想到 加速会加到自己头上 脱钩会拖到自己身上 一名为外媒工作的记者 如此总结这段经历 我们的人生成了两国政治齐局的棋子 真是荒唐 除了这些非官方背景记者 几家国有媒体 也因为被列为外国使团 而不得不缩减中国雇员 一些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国媒记者 或匆忙撤走或被迫离职 《环球时报》等媒体对他们的遭遇 一份填膺 不令同情 这些牧役人都看在眼里 别有一番滋味 当我的计划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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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到他们 可能我们必须要做同样的事情 他们说 我们不想做这个 因为他们认为 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认为 我们不想承认 自由的表现 自由的媒体 自由的媒体 但你认为 中国人做了这些年代 世界的世界 是在一个伤盾 所以 没有成功 所以 我认为 从《Global Times》 我认为 我认为 这个是可恶的 怎么能够做这个 但是当我们被选择 《Global Times》 都被选择了 Hu Xijian 被选择了 所以我认为 很可恶的 那些人在中国政府 和州媒体 认为 中国的媒体 是很可恶的 中国的媒体 是限制的 但是 是美国或美国的媒体 对外媒被驱逐 冷眼旁观的 不只是中国政府和官媒 外媒这两个字 在中国 几乎总伴随着 虚假抹黑 别有用心 这些词出现 从08年流传的那句 做人不要太CNN 到近些年来 在中国网民心中 几乎成为 反华代表的BBC 这些对外媒的不信任 在去年的河南洪灾后 彻底爆发 外媒记者被网络通缉 街头采访 被民众阻拦 因为外媒 在外媒 在外媒 墙外的人 把这称为 中国民众对击者的骚扰 感叹报道环境 以恶化至此 墙内的人 则认为自己是 外媒造谣的受害者 一墙之隔 两边的人都坚信 自己站在真相的一方 都不作出 都要成长 事故上 发现了 自信任 以后 成长 尤其内谈 分析 信任 共和党 不终于 体的 共感染 和尚 有难 与 中 中 中 人 中文媒或中文媒 如果你不允许这些事 最后人会会受到疼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观察 我是文浩 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 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 只看到外媒对中国的报导 会有这样的感想 因为如果你只是在 对中国的报导这个范围里对比的话 那你看到国内的媒体 经常报中国的好事 然后你看到国外媒体 报的都是中国的坏事 如果打开美国的报纸 你可能你的第一反应 是美国明天就要完了 有很多美国人理解 为什么新闻会这么做 像我之前说的 有很多美国人不理解 但是大家对新闻的认识 是为了警惕公众 那么在中国 大家对新闻的认识 可能会或多或少 认为它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 或者是他们认为 新闻就是有立场的 所以你报坏事 意思就是你就是看不起我们 你就是讨厌我们 文浩和沐浩人 无法代表所有的中美记者 但他们所经历的尴尬 恐惧和无力 每一位穿梭在大国之间的人 也许都能体会一二 撕裂的世界中 记者被贴上 非有极敌的标签 新闻也录入唱颂歌 和抹黑的二分法里 我说你很多的 我的记者朋友 爱中国 有些记者 三年到三年 他们离开 他们在六个月中学习 但是有些人 就像克里斯·睦林 和亚恩·亚尊 我们在学校中学习 我们有很多时间 学习的语言 你最后又不喜欢的地方 同中方共同努力 为两国媒体在对方国家工作生活 持续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都是大国竞争的炮灰 就像格斯拉大战金刚 一只大恐龙跟一只大猩猩打架 就是一边是美国一边是中国 然后我们只是他们脚下不小心踩死的那些人而已 从旁观者的角度说 他们很乐意看这两只巨大的怪兽相互搏斗 但因为他是旁观者 但当你发现你是他们脚下 可能会随时会被踩死的人的时候 你的心态 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的维码当时是在习近平的帮助 那是当时他在媒体开始了真正的砍弃 就会变成了美国跟中国的公众都无法了解另外一方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那么在你知道对方是威胁的同时 你不知道对方到底在干嘛的时候 我认为这样的恐惧会被扩大很多 当你的恐惧被扩大的时候 那你自然会做出了很多非理性的决策 说到你最后受伤的还是被夹在中间的人 那么在一个地方 那么是要教权 Zwitz 沙 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